在侯友宜的部分 稍后也会到板桥国小投票 交给李嘉宇 关系到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侯友宜10点钟的时候 要来到板桥国小来做投票 我们现在就在新北板桥国小的校门口前 可以看到 其实陆陆续续都有民众 走进来要来做投票 而我们早上7点多的时候 就已经来到现场 可以看到很多的新北市民 从老到小都有 都是纷纷的来做投票 可以看到今天天气 真的是相当的好 阳光明媚 所以看起来投票率也是会相当的不错 而且有不少民众一大早来排队 就说他们一定要抢到第一个投票的 甚至要早一点投票 因为他觉得说 今天非常好的一个天气 这个投票率也会相当的高 同时他也呼吁自己家中的小孩 不管支持谁都要出来投票 我们等一下也会为大家来掌握到 侯友宜来的一个状况 穿了什么 有没有什么样的幸运物 或是带了谁 其实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不过你投票了吗 你如果投票的话也可以在两时告诉我们 我们知道说呢 其实在投票当天呢要准备三保 这三保呢就是身份证 还有投票单 以及呢你的这个印章 但是如果你忘记带印章的话 也没有关系 你只要有这个投票单跟身份证 也是可以来盖首张来做投票的 那么陆续呢是有看到哦 走进来的民众哦 看起来心情也都相当的不错 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大部分民众也都是戴着口罩 然后来做防疫的 那今天呢其实也有相当多的外媒来关心到候选人的投票的一个状况哦 其实呢不只说英国媒体美国媒体 日本媒体甚至港媒也都来到现场哦 所以呢现场媒体大概有超过四十人哦 其实都是超过这个国外媒体呢 来关注台湾选举的一个数量哦 你可以看得出来呢 2024的大选之战 其实全国都是相当的关心的 而且呢在昨天这个双铁的这个票子 呃售票率的状况啊 其实也是相当的好哦 所以有望呢是突破在2020年 在过去的时候呢投票率的一个状况 所以有没有可能呢 这个投票率是再继续往上升的 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好有看到这个侯友宜的车队已经抵达现场了 这个黑色的车队呢是前岛车 那后面的灰色的箱形车就是侯友宜的座车 他将会绕一圈从校门口这边下车 好可以看到哦 他的车子已经抵达现场了 好可以看到在侯友宜的旁边呢 是这个林国春以及前国民党的秘书长李乾隆来做陪同 那侯友宜的随护呢也是围了一排 就是来保护侯友宜的一个投票的一个安全 他今天心情看起来相当的不错 穿着蓝色的夹克外套哦 然后穿着简单的牛仔裤以及呢球鞋 来带着一个比较轻松的心情来做投票 那一来之后呢就是马上先跟媒体问好 说声大家好之后呢心情看起来也非常不错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在往后退好不好 后面还有名字我们小心好不好 我们后面小心好不好 我们左边好了小心小心 先往好 我们把距离差一点 stats 你快一點好不好 不好意思小心 我們往頭不要走 來來走 來走 我們走 好你看到侯友宜呢 在今天在剛剛稍早也抵達了是板橋國小 要來投下她手中神聖的這一票 那麼現場畫面也可以看到媒體分分的進入上來 那麼同時在這個部分看到今天侯友宜這個 神氣氣賞的穿上藍色甲克 小燕正好我們先帶來一個快來看 後退一點 中間穿了 中間穿了 好我們看到侯友宜呢 她是非常的感覺心情相當的不錯 那一直在說可不可以先讓我去投票 因為媒體呢是蜂擁而上 就希望說呢能夠掌握到侯友宜的心情 還有她的一些穿搭小物等等的 不過侯友宜呢他們的幕僚 那也可以看出來呢 侯友宜呢她在進來這個板橋國小的路途當中呢 其實有遇到一些家長 甚至有遇到一些這些選民要投票 那也是呢做了這個手勢呢 去問她說呢你投票了沒有喔 那看起來今天心情呢 其實也是比較平易 就是沒有去比較很緊張那種感覺喔 反而呢市面在微笑 一路上呢就是一直看著 就是有這個來投票的選民 然後跟他們打招呼 那現在也可以看到現場畫面呢 就是很多的媒體呢一路的跟隨她 到這個班級上 那個102的班級 也就是她的投票所的一個場地喔 那同時我們可以看到呢 其實有不少媒體以及警備呢 都已經在現場在做等待了 那侯友宜呢她也是呢 她是由這個林國川以及呢 李乾隆陪同她進來 不過呢她是自身的前往投票所 因為呢沒有辦法去有人陪她直接進來的 不過呢可以看出來 她是投友宜在這個漫長的場上 這我的位置在這邊呢 不能聽到這個 大嫂瑜 能跟她握手 給她一些 你們謝謝 沒有沒有 謝謝謝謝 你不要捅一下 真的嗎 啊 真的嗎 你不捅向我沒辦法 好你可以看到呢 是國民黨中候選侯友宜 在今天早上稍早 10點 秋頭也來到了他的這個 投票持有 就是在版權國小 那麼在今天他穿的是蠻欺騙的 可以看到藍色的外套 再加上牛仔布信賴 已經也是來排隊準備要投票 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大家看到洪友宜是非常的興奮 所以路有點被塞住了 不過他也很關心選民們到底投票了沒 所以今天一早10點鐘來到了板橋國小 就發現說很多新北市民 也都是非常踴躍的來做投票 可以發現今天在投票日當天 警備狀況似乎有增加的情形 因為警力感覺是團團圍住 侯友宜也相當的擔心他的安危狀況 侯友宜他的投票所的場地是在一年二班 也同時可以看到黃石禮的投票單 以及他的印章 還有他的投票單也都是拿著 那他現在是跟著新北市民一起來做排隊 甚至很親民的要去跟新北市民 還有選民來做聊天 那我們帶你來看一下現場畫面 好 侯友宜先生在投票所 那麼新北市民看到他都非常的開心來跟他打招呼 那麼他也是一樣跟著大家來排隊 所以要進到這個投票所裡頭來投票 同時是非常的輕鬆也非常的親民 來跟大家現場的媒體還有所有的朋友打招呼 稍後真心狀況隨時為您超報導 現在我們來看到是侯友宜也已經投完票了 帶您愉快來關心 我們很開心 大家用我們的民主來選出 我們想理想的總統 副總統好選人以及立委還有黨票 那更重要的我們需要的是選舉的過程如何紛紛擾擾 選後我們大家都一定要團結 面對台灣的未來 有帶什麼幸運小戶嗎 幸運小戶我平時都沒那麼大 不過這段時間我的幸運小戶還真多了 我身上都滿滿的 我們立一個民眾 一直拉著我的手的幸運服 你看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以前拉的幸運符號 會換了又新的 所以我的幸運符號都在這個地方 你看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充滿著他們的熱情 以及給我滿滿的痛苦 期待台灣的未來更好 幸運小戶 有婚女兒出來投票嗎 我的三個女兒跟太太 昨天晚上就在肇事場合 一直給我加油打氣 尤其在昨天嫌棋過程 告一段落以後 我登一組 我三個女兒就買了一大包的 鹽酥雞 就比我聊天聊天晚上一點多 聊天的過程當中 他分享他的工作以外 因為這段時間很忙 分享工作以外 也給我爸爸 一個充滿著一個鼓勵 他說爸爸 你這段時間真的非常的辛苦 你做得很好 你做得很棒 我們都以你為榮 投票完 我會到選辦去看看我們最辛苦的朋友 因為這段時間他們跑遍了前台灣好幾趟 為這次民主選舉的過程 奉獻了很多的心意 我非常感謝他 所以我會去給他鼓勵 我可能會買一些 大家喜歡吃的 年輕人的濕汁奶茶 還有一些飲料 給他們鼓勵鼓勵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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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 我們這邊請 市長 我們這邊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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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10點42分 我們來關心的是 國民黨黨主席朱立倫 今天也來到了桃園投票 最近現場一塊來看 這是展現我們的民主 每一年 每一次 都回到自己的家裡來投票 感到非常高興 剛剛是不是有看到鄰居 很多很多都是我的鄰居 很多都是我的小時候的同學或朋友 很開心 所以回來也是跟大家叙叙就 是是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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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跟你們叙叙就啊 也跟你們叙叙就啊 有人頭髮也開始往後了 好 你看到這是朱立倫 來到桃園投票的同時 他也說遇到了很多老朋友 那麼現在看到 前進之後馬英九 一大早9點多 就來到了投票所 看到呢 在今天馬前總統 穿著夾克 戴著墨鏡 在隨後的陪同之下 那麼比預期的時間 提早20分鐘來到了投票所 投下他心中神聖的一票 同時呢 他也跟前來投票的民眾們 打招呼到早安 差不多9點15分 他就完成他的投票了 對於大家來提問 今天心情如何 以及有沒有信心 他都是笑而不達 你看到就是馬前總統 在今天早上9點13分 已經完成投票 而至於接下來來看到 是台北市長蔣萬安 稍早也是來投票 他表示說今天天氣很好 希望大家踴躍的出門投票 珍惜手中這一票 戰線民主 今天心情特別好嗎 今天天氣很好 所以我想 投票日也希望大家能夠 踴躍出來投票 珍惜手中這一票 展現台灣的民主 來決定國家的未來 當然 今天我們台北市 有一千七百六十四個投票所 也動用兩萬四千多位 選務工作人員 所以在這邊也請民眾 保持我們整個投票的秩序 也非常感謝我們這些 辛苦的選務工作人員 謝謝他們 那市長這件的辛苦 有聽聞到你睡得嗎 睡得不錯 那我想這段期間 太太很辛苦 因為我到處補犬 那太太幫忙照顧孩子 所以今天回去 就好好抱抱太太 還有三個寶貝 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 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任航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